你知道遭受核辐射后,人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吗? 核辐射到底是怎么摧毁一个人的? 为了探究其中答案,1999年日本的一个医学博士,不顾病人的痛苦和安乐死的请求,强行为其续命83天,记录下了核辐射后人的身体变化。 日本的大内疚,可以说是因为核辐射死得最惨的人。 1999年9月30号上午,35岁的大内疚,正在跟同事对核燃料进行纯化处理。 因为中午有一个紧急的饭局,所以操作经验丰富的大内疚,并没有按照安全规章操作,而是跟同事一起,忽略了两个关键的步骤,直接把含有油235的原料倒进了容器里。 然而大内疚没有想到的是,油235的临界点在5.5公斤,一点超过这个数量,油就会发生裂变释放大量核辐射。 就在大内疚和同事,将16.6公斤油倒入容器的一瞬间,一道蓝光直接闪过。 核辐射在也这一瞬间爆发,正在操作的三名员工,直接就被大量的核辐射照射,距离容器只有60厘米的大内疚,受到的核辐射最为严重。 除了这三名员工,这次核辐射也波及了东海村方圆几十公里。 事故发生后,被辐射的大内疚三人,立刻就被送进了医院。 此时的大内疚看起来,跟正常人并没有什么区别。 除了右手有些浮肿,整个人的意识还算清醒,一直对医生说自己身上疼。 就在众人松了一口气时,大内疚的血液检测情况却不容乐观。 医生惊恐地发现,大内疚的血液里已经没有任何白细胞成分了。 这意味着,此时的大内疚已经失去了免疫系统。 作为人体的第一道防线,白细胞可以迅速发现入侵的细菌和病毒,并对其进行攻击保护人体。 然而在核辐射发生的一瞬间,大内疚体内的白细胞就已经被全部杀死了。 现在哪怕是一个轻微的感冒病毒,就能轻易杀死大内疚。 这让医生有些不知所措。 虽然世界各地都曾出现过核辐射病例,但是却没有非常详细的治疗记录。 于是日本医生前川和彦,决定用最先进的手段,对大内疚进行治疗。 为了防止大内疚被普通细菌杀死,医院专门为其制作了无菌室。 他们还将大内疚妹妹的骨髓移植到大内疚的体内,而且为了提高大内疚身体的免疫能力。 前川和彦特意为其移植了,能产生白细胞的细胞。 第一次移植后,大内疚的身体确实出现了好的转变。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。 因为核辐射住院的第七天,前川和彦发现,大内疚开始出现皮肤脱落的情况。 检查后,医生惊恐地发现,不止白细胞,大内疚体内的所有染色体,也被核辐射彻底摧毁了。 作为人类体内的遗传物质,染色体能让我们的身体不断产生新细胞,来替换掉已经死亡的旧细胞。 然而此时的大内疚体内,已经没有染色体能够让它长出新的皮肤。 它只能每天看着自己的皮肤,一点点地脱落。 随着皮肤脱落情况的加重,大内疚全身上下,都感受到了强烈的刺痛。 因为肺部也开始产生积水,它的呼吸也开始变得困难。 这是一时还算清醒的大内疚,对着妻子说出我爱你之后,就再也没能完整地说出一句话。 之后的几天里,大内疚只能靠呼吸机续命。 到了住院的第十五天,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